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还是怎么的 大红的衣服今天特别喜庆 年纪大了嘛 穿红衣服比较喜庆 我知道了 快过年了是不是 对 今天呢好像也请了一些亲友团 大家呢吃着喝着也有穿大红色的衣服的 这个都是我们的亲友团 亲友团 这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小外甥女 您觉得赵叔叔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 她是一个信号男人吧 很顾佳 很会烧菜 嗯 挺会烧菜的 另外呢 她烧的作业很好吃 有没有吃过赵叔叔做的菜啊 吃过 平时都吃过 吃着她包的她很好吃的 她烧的东西都很好 赵叔叔在家里平时是做饭的都太少啊 对 那您是做什么 我不做 不做 我去吃 连打下手都不打 吃不了不打 这么幸福啊 那她有没有些什么样的拿手好菜 烧汤 下汤面 今天是给我们烧到什么菜呢 今天烧这个 扬 扬州干丝 扬州干丝 那是 应该是算扬州那边的一个特色菜 特色菜 因为我们在上海嘛 上海是个百娜 是海南百川 是海南百川的这地方嘛 那么就是它什么菜都多烧 什么菜都吃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继续开你们的茶话会 然后我们去厨房看看这个扬州干丝 虽然口头上说是做一道扬州干丝 但是从原材料上看绝对是不止一道菜 扬州干丝呢 就是一点点火腿 火腿 火腿 是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是颜色上 调色 辣椒 还有一些胡萝卜 最主要呢就是因为用豆干呢 它会比较细 比较嫩 羊嫩 用其他的不太好 这个是冬筍 就是这样 这样子就可以烧一个羊肉 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呢 这个呢就是做一个面 用汤 做个汤面 清汤面 然后呢这个上面是浇头 先从第一道菜开始做 据赵叔叔讲 这道菜食材一定要切得很细 这样才会更加美味 而从它的每个动作可以看得出来 平时可没少干活呢 赵叔叔我刚刚在旁边啊 看到你那个刀工特别好哦 特别的利爽 就变成那个很细的那个丝了 怎么回事啊 练出来的吗 这个就多做了 多做了 什么事情多做了就好 其实刚刚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但是在外面不太好意思问 就是为什么在家里面都是您来做菜呢 上海的男人做菜多啊 这个声音讲的响亮啊 老有自信的 您就是说是不是那种很传统的观念 觉得 上海的女人就是一定要登老里香 然后好好的来做菜 服侍老婆的 上海的男人呢 一般情况下呢 在家里做菜呢 观念呢就是 大家都在外面辛苦 男的呢就多单一点 对吧 说明特别有责任感 是这样子吗 一般的多责任感都很好的 所以以后你 你找朋友就找上海男人 这个我们私下慢慢聊 将剩余的食材切成块 为另一道清汤面的焦头做准备 一切准备妥当就可以开油锅开始做菜了 油锅微热煸炒青椒丝等 像这种东西呢 它都是素菜 它本身呢就是 营养是很好 但是它呢没什么 这个味 鲜味 鲜味没有 所以呢 我一般的情况下呢 自己家里做高汤的很麻烦 那么我就呢 就是买了一些鸡汤了 这些 买了一些高汤来调啊 这样它把鲜味的这些都掉出来 是 特别是在烧这个豆腐干的时候 豆腐干是很吸味道的是不是 而且呢 这个鸡汤呢 它油腻的很爽的 而且呢 它鲜味很好 然后呢 把这个豆干丝呢 焖一下 焖几分钟 把它的味呢 全部进去 盖上锅盖 稍许焖一会儿 让干丝充分吸收汤汁 然后将之前炒好的食材倒入 就可以出锅 再起油锅 煸炒黑木耳 香菇 胡萝卜青椒等 焖上一会儿就可以加入鸡汤 淋上适量的水淀粉就完成了 最后一步呢 就是将面条煮熟 现在呢 就是下面 下面呢 就是用这个鸡汤啊 直接热一下 热一下呢 就是清汤了 基本上就 什么作料也不要放了 倒出来我感觉还是蛮清澈的 它没什么油腻 所以呢 现在人要少油少油嘛 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少油腻 但是不能缺营养 将烧开的清汤 分别装到碗里 然后放入面条 一碗清汤面就算完成了 不过 要招待客人 光汤面是不行的 当然再要放上浇头 两道原汁原味 清淡鲜美的菜肴 就可以上桌了 如此健康美味的菜肴 不光老人喜爱 就连孩子也是分得钟爱 我刚才看到你呢 先是小口的浅尝折纸了一下 后呢 就是突然一下 就咬一大口 没啥 有趣又好吃 有趣又没到一个细 什么好吃法呢 就像鸡汤米一样 就是这么鲜 这么鲜呢 首先这个颜色看出去好看 很诱人的 湯的鲜味 这个肝丝呢 吃上去呢 就是清淡 也不错 这是不是对您的胃口 对 对 嗯 吃了还要吃 喜欢外公做的菜吗 喜欢 然后还要一直吃外公做的菜吗 要 赵叔你看啊 本来大家呢 只是打算来稍微的尝一尝您的这个手艺的 没想到呢 都快吃完了 那现在心情感觉怎么样 心情很开心 最主要呢 用的这个汤好 这个也是您烧饭烧菜 这个快速有效又鲜美的这个秘诀 对 也是这个 而且不油腻 那以后呢 希望是做出更多更多的这种好菜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那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赵叔叔